今天我們說到啊 當你評估完你自己買車的需求 還有你的預算之後 更重要一點 買車的時機點 我們應該要怎麼選呢 羅哥 對 其實在台灣的市場 傳統上買車有三個好時機 可是你看一年才十二個月 就有三個好時機 怎麼回事呢 我們來看一下 三個好時機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競賽月 競賽月是什麼時候 以前其實我們台灣的傳統廠業 大概就是會有一個 譬如說你做了什麼事 然後要交貨的熱潮期 或者是逢年過節的熱門期之外 其實五月六月 以往大家講什麼 五窮六絕 對啊 就是說這個時間點 又沒有很大的訂單 好像也沒什麼節慶活動 然後又要繳稅 糟了 這個時候五窮六絕 就是這樣 所以很多的車商 就糟糕 那每年這個時候 這個業績一定掉得很慘 怎麼辦 於是他們就發起競賽月 那競賽月這個時候 每年大概五月六月吧 就年中間的時候 這個時候大家一定要激勵士氣 這個一年過了一半 上半年業績要好好節 而且你如果搞得好 你如果成績好 七月不是有民俗月 有鬼月 帶你出去玩 所以可以出國去的 都是超級業待 對 沒錯 所以大家就要拚面子 所以五月六月這種 或是他們這種傳統競賽月的時候 你就有很多的優勢 因為很多的售貨員說 我要拼業績啦 拜託大哥這個簽給我啦 我給你多少優惠優惠優惠 這個時候是真正業務員 非常要努力去衝刺的 他會把很多的條件拿出來 懂啦 競賽月的時候 他的誘因比較多 對 當然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去找 很積極很衝動的 很想要往上衝的那些業務員 所以我們常說貨比剩下不吃虧 不要問說只有一間 然後你可能就決定了 可能比較個幾家 你可能在跟業務員談的過程 你也要去大概了解到 他是不是很想衝業績這種概念 所以在競賽月買的時候 就是要這樣子想 你去找 當然啦 你買車也是看 我是不是很想在這個時間買車 這個也是考量的原因之一 但是如果你整體來講 我覺得競賽月買車是不錯的 然後再來就是農曆年前 不對 我們應該先講這個 第三季末跟車展 因為他是快要過年份了 而且他有車展 要跨年份的車 對 然後也限制到整年度的結算 對 所以在這個時候他一定會有一些優惠 但是他優惠往往會限時優惠 就是過了年就沒有了 年底之前買車的話會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他也會寄出很多的優惠點 不過在這個時間點買車 你要考慮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這個車買了交車了 很快就會隔年份 所以大家他們也就知道說 OK如果你要在這個時候買的時候 你也應該會讓一點誠意出來 很多的車商 不管是國產車或進口車 他在這個時候他給的優惠 現實優惠是很多的 對 再來一個就是農曆年前 農曆年前很多人都是過年了 買台新車吧 然後很多的車子已經過年份了 尤其是進口車 他在年末之前 算是正年份了對不對 他年末之前如果沒有促銷掉的舊車 他就必須要打折扣 這個就不是說討價還價 這是必須了 因為我已經過一個年份了 所以說這三個買車的好時機 其實很快 你這個農曆年過後 過兩個月又是競賽月 再過幾個月又是年底 又是年底了 所以其實買車的時機還蠻好選的 可是佛哥有一些觀眾朋友會問我說 到底這三個時機裡面 哪一個的促銷其實優惠最多 其實優惠最大一定是 譬如說如果有車展的時候 這個又大於競賽月 對 但是車展我們有大車展 小車展 還有一些熱門的競爭期 火熱期 譬如說某一些車子 他有很強力的對手出現 剛好你又是很想要 準備要跨年的 對 然後又怕跨過年份 那這個折價多 這個是因為農曆年前大家也是 反正我要過年了 可以啦 可以啦 所以競賽月跟農曆年前的話 農曆年前的促銷比較多 應該說優惠也比較多 其實是差不多 這個策略不一樣 這個是走新車型 因為很多的新車型會在 車展的時候也會出現 新舊年份的交替 然後希望趕緊把它出價 那農曆年前呢 就是因為有錢沒錢買個車子 好過年嘛 好 那但是在這個時候其實 雙方也會去掐你的心態 對 會心態的拉扯 然後那個業務員其實也很想說 我趕快賣了 趕快過個年好了 大致上的心態都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好 謝謝羅哥的分享 那大家知道了說 一些買車的時機點好好抓準了 可以幫你荷包省不少的錢 但是你在買車的過程當中 你肯定是要跟業務來交手 這個交手的技巧可就很重要了 我們要請非常熟悉 業務這個流程的Rick 幫大家分析一下 有時候我們在跟業務交手的時候 有哪一些美感 我們也常常講 我們給這些銷售人員 要留一口飯吃 以後他都會給你更好的服務嘛 對不對 是呀 首先我們就是像進到展間的時候 或者是我還沒有進展間前 其實我一般消費者 都已經在網路上做好功課 現在我們現在比如說業代怎麼選 或者是我可能周遭的朋友 沒有每一個人 可能認識這麼多品牌的業代 那我要怎麼辦 這就可以 你可以上網搜尋 其實現在上網搜尋 你就可以找到業代 其實還滿方便 因為現在有網站上面 就有專門在做這樣子的 一個業代曝光的一個合作 那我們比如說我們到展間 我們要選擇 是資深好還是年輕好 其實我個人覺得都好 因為怎麼講 男生都選女生好 然後而且要穿黑絲襪 不是 我開玩笑的 開玩笑的 確實在網路上普遍的現象 就是說有黑絲就加分之類的 對... 那小禮 對 所以現在變成說 假設你今天 我個人覺得 你現在首先 你不要看資深或很年輕 有時候大家可能 既定的印象可能覺得說 資深可能他手上籌碼比較多 可能一年販售台數比較多 所以他可以給客戶的折價 可能比較多 有這種說法 有這種說法 那年輕難道不好嗎 其實年輕我個人是覺得 你可以從一個 比較老實不是嗎 對 對不對 有時候年輕 資深一點的容易 我之前有遇到資深也太油 那就是疑老賣老 他可能會你進來的時候 看你年輕會 還是說你可能不是穿成正式 你可能有時候我們只是逛個街 想要去賞個車 有可能穿個拖鞋去賞車 那可能資深的可能就 就覺得你只是要來喝咖啡而已 對 可能覺得你是借廁所而已之類的 所以有時候這種觀感 會給人家不好 但是年輕的 我覺得年輕的業代們 其實他們其實敢衝 他們想拚 他們想要往上爬 所以我個人覺得 他們一定是覺得 來者就是客 對 每一個人都 一致的都是 服務一定會幫你做到好 個人從你進門的時候 到你坐下來整個SOP介紹好 那有時候我們選月代的時候 那我們該講說 那我要怎麼談到一個好價錢 今天李小姐你進來展見 如果你覺得我介紹好 我的服務夠完全 夠全面 那你可以接受的價格 跟我可以直接出給你的一個 折價的空間 你覺得OK 你覺得我們這樣聊的是滿意的 那我覺得就是一個好價格 而不是應該要直接去 先跟你劈頭 就先殺多少 或是 或是說我網路上看到 神單是這樣子 對 像這樣 所以你要從什麼時候開始談 當然空車價 其實空車價這個名詞也相當有趣 我們網友覺得的空車價 有可能是什麼車都沒有 就是什麼配備都沒有 但是我先跟你談價格 那其實空車價其實就是 就是像現在這樣 就是我業代可以折讓給你的空間 然後就一台車 什麼配備都沒有 這個叫空車價 很多人是我先跟你談談空車價 然後再問你說 那你可以送我什麼配備 你可以送我什麼贈品 這個真的很聰明 所以你會讓業代會有點搞不清楚 其實空車價就是一台車 什麼都配備都沒有 什麼贈品都沒有 對 或者是什麼嘉賢的選配都沒有 對 然後只有那個責任的空間 直接報給你 這個叫做空車價 好 那像付款模式的不同 車價也不同 到底是要一次付清 還是分期付款呢 那其實這個道理就很簡單 羊毛出在養生上 假設你用現金付款 你可能可以折五萬 那你用分期貸款的話 你就變成折三萬 對於這個就是會有一些 利率上面的價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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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